副循环不错是吧 解决了这个很多问题 刚才说这个几个表达式的省略情况 第一个表达式可以省略 初恶化表达式 那么第二个表达式可以省略 第三个表达式也可以省略 如果三个表达式都省略呢 那就是叫永真循环了 永远真 一直循环下去就没有止境了 是吧 就像这个我们地球绕 这个公转一样是吧 你这个要一直转下去 几亿年是吧 突然你不转了那就完蛋了 是吧 永真循环 那么看一下这个well循环是什么意思 除了for循环之外呢 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循环叫well循环 well就是当什么条件成立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看这个循环 它的与法格式是这样的 well表达式 后面是一个语句 我们来看看 刚才讲的这些都是for循环 下面看这个well循环 web什么意思 当当这个什么时候 就是当什么条件成立的时候 它就怎么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 说有一个就叫当吧 有没有 就是什么当当当当 一等当 是吧 有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well循环 就是什么 三五轮 什么什么 这个什么 地乌什么什么 是吧 财感 语经绝 什么 有那个吧 那么well循环里边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条件 比如Intel类型的一个flag等于1 这个地方给它一个flag 1是真还是假 一旦是真了 非零就是真了 是吧 那么现在说这个loop 它这个地方会一直循环下去 这死循环了看到了吗 哇 计算机真是很强大 是吧 嗯 它一直循环下去 不知疲倦 是吧 一直循环 这个 那这样不行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这样 是吧 一般即使这个循环呢 它也这个空转 什么都不打印 我这这 你说我这个程序结束了没有 你看这个地方就知道 程序结束了没有 如果程序结束了就变灰色 那你看这个 我这个程序没有结束 我看到吗 我一点它一下 程序结束了 它变灰色 我这句话不打印 然后我执行 你看虽然是没有任何的输出 程序在这一直就是空转 值得什么意思吧 没有负载空转 就是我们办那个 我们办一个车 然后把它架起来 然后呢给它挂上五档 然后呢踩油门 你会看到怎么样了 那个轮子在那空转 那么我们的程序怎么样了 还得跑着 也就是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一直会有一个循环 什么情况下 比如说将来我们学到 这个阿瓦斯程序那边 你一个程序一旦跑起来了 肯定是有一个 永征循环在那 接受这个用户的一个事件 比如说我们这个 阿瓦斯那个系统 你打开你的手机之后 它会怎么样 就说它一直会等待 用户的一个交互 就说 比如说你点了一某一个微信 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图标 它就打开微信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动作 它也会一直在那等待 懂这意思吧 否则的话 你这个外务循环一退出 程序就退出了 懂这意思吧 也就是说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外务循环 我不想怎么样 我不想这个 一直循环啊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加一个条件 我说加一个 说int类型的一个 counter 加一个技术器 counter 等于1 说这里边说这个 如果这个counter 加加 是大于5 我就这个 break 我就给它flag等于0 看这个 退出了没有 好像退出了 就是退出了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我给它做一个判断 然后它就加加加加 12345 加到5了 flag等于0 这个地方为0了 怎么样了 外务循环的退出了 懂这意思吧 那我们想一下这个 刚才说了 外务循环的语法 这个地方是一个表达式 当然这个 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有点像衣服里边 那个表达式一样 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 长量 变量 或者是一个表达式 那我们想一下 这个well循环和for循环 有什么区别 什么时候用well循环 什么时候用for循环 好像是也没啥区别 比如说我们这个for循环 你能输出1到100是吧 我用well循环能不能 也能 你说的是吧 i乘1开始是吧 well循环 那i如果是怎么样了 说是小于等于100 那怎么样了 直接就打印出出 说这个i等于100 再加上d-n 然后这个是逗号 ok 这个地方有一个条件 按加加 他101了 这个加加 这都无所谓 这个 别等于他就到100了 1到100没问题是吧 我们现在要比较一下for循环 这个是well循环 这个for循环 Intell形的i乘 一开始这个i小于100 然后这个i加加 打印输出 看一下比较一下这两个 有区别没有 如果有区别 区别这两 我们比较一下 看一下 首先是 我就把这个for循环 给他给他怎么样 这俩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输出结果 我跟他打印一个漂亮的分割线 然后是 看一下输出结果 这两个输出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看到了吗 100100 都是100 是吧 这个到99 这个要有一个等应 因为我们那个加加 在后边那个条件 这个现在输出结果都是一样的 1到100 他也是1到100 现在我们这个for循环 给他 这个条件给他往外搬 搬到这 我们上节课讲了 说这个地方 那个第一个表达式是可以省略掉的 是吧 嗯 可以省略掉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用勾吧 因为跟上边这个 或者是 我这个地方用勾 这个地方用勾 说这个地方用勾 这个地方也改成勾 那么 你说发现 有点像这个外部循环了 是吧 嗯 这个条件能不能去掉 嗯 能不能去掉 嗯 其实也可以 不得改掉 就在这 做一个判断 如果 这个 小A等100 那就输出 小A等100 我先在IOS 我先简单用一个BREAK 这个条件好像是也改成这样 我们再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两个的输入结果依然是一样的 是吧 嗯 1到100 1到100 最后这个条件能不能给他去掉 也能 就把发型环硬生生的改成了 这个发型环硬生生的改成 外部循环 发现结果依然一样 现在我们怎么样呢 说发型环现在像不像外部循环 嗯 像不像 有点像也不太像 是吧 如果我们这个条件 其实中间加一个条件就有点像了 也就是说其实呢 他们的表达形式不一样 真的结果意义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经过这么一番折挞 我们要看一下 什么时候用外部循环 什么时候用for循环 有一个规则啊 就是这样的 嗯 如果这个 如果明确知道 循环的次数 那就用什么呀 用这个for循环 如果你非常明确的知道循环的次数 那你就用for循环 嗯 如果你不知道循环的次数 那你就直接外部循环 你就循环呗 到某一个条件你就退出了 懂得意思吧 嗯 嗯 否则 那就用这个well循环 刚才我们说这个well循环里边啊 就是说 你如果退出循环 其实我们后面这讲啊 其实 我们有一个叫break的 后边我们这讲这个怎么样推出循环 现在这看就是我们这个well循环这个一个结构 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把for循环那个条件放到外边了 然后那个增量呢放到循环体里边了 中间那个改变条件放到well循环这儿了 其实它是一个变种的for循环 对吧 其实就是那个for循环改变过来 这样一个结构 OK 这是有关我们的well循环 我们再来看看后边还有除了这个well循环之外 还有什么 well循环 我们我们用well循环举几个例子吧 说1加到1加到10一个求和怎么用for循环怎么求和 跟well循环怎么求和 sum等于0 用for循环怎么求和 从1加到10是吧 小1等于10 那就是i加加是吧 sum加等于i 然后我们小时候你算一下1加到10是多少 好像不好算是吧 1加到5吧 我们先验证一下它对不对对吧 1加到5多少 看我们谁算了快 这个多少 就是三 那么哪儿 15对吧 对 你先算上来了是吧 你先算上来了 那现在我们再比一比谁算了快 55 100是5050 1500500 是吧 它都是有规律的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错 那么现在我想用well循环实现它 小时候你就再怎么写它 英特里的sum等于0 英特里的i等于1 然后我问i如果小1等于这个什么呀 如果小1等于10然后sum加等于这个i 然后后边要爱什么呀 加加 如果不爱加加 它这个只能计算出来这个 因为它不走了这个i 不往前走了 都能说什么意思 嗯 55没错吧 15050是吧 嗯 1000 500500 那么这就是你看一下well循环和for循环啊 也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条件变成了well循环的这个地方 初始条件改到well循环的外边去了 增量放到well循环里边 这么几个改变啊 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well循环 当然这里边啊 那么相加连成呢 如果要是1乘2乘3乘到5 就是结成 这个怎么算 这个结成怎么算 其实一样吧 一回事 只不过把加号换成乘2就ok了 这个但是这个 这个地方这个要f要乘等初始化为1 这个f啊 这是f 我们这个给它4吧 4乘3乘2乘1 多少 这个地方不是加了是什么 乘24对吧 4乘312乘224乘1 对吧 乘5 那就24乘525100120是吧 嗯 好 这就是外务循环 fow循环啊 几个应用 下去自己这个小时候 你就自己啊 试试别的 所有现实生活当中的 然后呢 加减乘数都是一边 当然不光这个 你说 你就是所有东西你都可以用这个if else for循环去实现的 是吧 嗯 先做一个判断 然后再来一个循环 嗯 是吧 对 然后自己写一个atm取款机 是吧 能把银行那边钱都能取出来 是吧 黑客 嗯 刚才几个实例啊 下边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循环 叫多外务循环 嗯 这个循环呢 和外务循环是非常类似的 只不过呢 多外务循环呢 先执行后判断条件 我先执行一次 我至少要执行一次 多外务循环 而外务循环呢 有可能一次都不执行 如果你条件为假 那我一次都不执行 嗯 懂这意思吧 嗯 下边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多外务循环 用多外务循环做一个 一加到十 反正就在点东西 是吧 嗯 折腾 还从一开始 度外务 看到了吗 先执行一句后判断条件 这个条件 如果是这个 i啊 怎么样 小于 等于十 我就一直加 是吧 嗯 这个sum加等于这个i 然后i加加 看这个地方 就说上了之后 先执行这个 度字里边的循环体 然后呢 后去判断那个条件 懂这意思吧 和你形象 嗯 嗯 1 f等于120 还是120呢 是sum 然后这个是那个sum 对吧 sum等于515没错吧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说再区分一下 这个wile循环和dwell有什么区别 wile循环是怎么样的 有可能一次一次都不执行 而这个wile循环呢 叫至少执行一次 就上了之后先执行这个循环体 是吧 执行完了之后 再来判断一个条件 反正不管你是真和假 怎么样的 我都要执行一次 嗯 是吧 都要执行一次 就说 嗯 这个哄小孩怎么哄呢 这个哄小孩 这个小孩说 你去洗一个苹果 他要跟你一样 那怎么办呢 他要跟你一样的苹果吃 你先怎么样的 你先上去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我都要咬一口 我先吃一口 再给你 是吧 wile循环呢 wile循环看你哭不哭 你要是哭呢 我就给你 你要不哭呢 我就咬一口 懂这意思吧 这个wile循环啊 这个dwell循环是 其实都一样的 这两个 那么你就判断一下 什么时候 你看他有可能 是不是执行一次 是吧 有可能执行一次呢 那你就是读啊 如果有的时候是 一次都不执行呢 那你就直接wile循环 完事 下边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里边有这个 几个实例啊 这都非常简单 1到5的对应的平方数 这个比较简单 平方数怎么算 1的平方数是几 2的平方几 就是爱层爱 是吧 对 求和这个也比较简单 下边我们再来看 两个关键字 一个叫break 一个叫可停 break我们见过没有 之前见过 在哪见过呀 似曾相识 结束那块 这个在那个 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们讲这个switch 就是switch这个 多重判断里边 有这个break 是吧 嗯 那么break是 有什么意义呢 它的翻译过来 就是中断这个循环 比如说我们for循环 我说 打印一下这个 偶数 不打印偶数 这个冲1开始到10 但是我这个不打印到10 我到5就结束了 那你怎么办 说println 说println输出 i等于 d-n 这个输出 当前的 变量 那么r 说i是从1到10 对吧 i是从1到10 那么现在呢 我想 我想 不到10了 到5的时候 就 循环结束 说如果 i大 等于5 break 我们再来试一下 break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到这就中断了 你这个循环就结束了 一break 循环 它立马跳出 懂得意思吧 把这个循环推出 这是有关这个break 那么break在 其实我们中断循环的方式有很多 我们可以改变这个条件 我就可以改变这个条件 还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实现 比如说for循环一般 我们用这种情况 那么外户循环呢 外户循环 说int类型的i乘1开始 然后外户循环 这个1如果小1等于10 我就一直等于输出 这个i等于d-n 或者这个i 然后这个里边要怎么样呢 i要加加 对吧 说等于5的时候我就退出了 那么做一个判断怎么样呢 如果i小于等于 如果这个是这样 i这个大于或者等于5 那就break ok大于等于5 然后这个地方break退出了 那么其实呢 这个外户循环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标记 一般我外户循环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户循环里边 我说退出循环的方式 刚才用这个break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户循环 它不是一个逻辑表辑 它就是一个flag标记 int类型的一个flag 要么它一直循环 要么它就不循环了 well 说这个flag i 说打印输出一个 这这 int类型的 i从1开始 打印这个 i等于百分之二 d-n 或变这个当前这个i ok i++ 说如果 i大于等于5 这个地方我不用break 我就flag等于0 也能怎么样的 这俩结果是一样的 看一下 我现在flag等于0是吧 我另一种情况怎么样的 break 是不是道理是一样的 嗯对 我一break 这well循环就退出了 结束了 我flag等于0 同样道理等于0 它一看 哎呀等于0了 退出了 因为条件为假 它就不再执行了 懂这意思吧 这是我们 推出循环的几种情况 以及有关这个break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再去看看 还有一个叫 Continue Continue的 英文什么意思呢 继续 哎 答对了 恭喜答对了 Continue是继续 Continue 行的i从1开始 这个i小1等于10 1到10的 你说吧 技术还是偶数吧 这偶数吧 好如果 i 嗯 1 2 等于0 我就print 答应输出 嗯 这个i 等于d-n i ok iOS 我就Continue 看这个结果啊 还等于 24680是偶数吧 嗯 对 奇怪啊 咱弄弄 看这个Continue 做怪了 就说如果这个地方是偶数 它就打印 否则呢 不知道偶数 反正就是技术嘛 对吧 是技术的时候 它就Continue 什么意思呢 Continue就是 要终止 本次循环 进行 下一次 循环 就是说 当前这次循环 你后边有 它也不执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 嗯 说println 打印说这个 next 点点点 next 点点点 -n 这样不好看 你会发现 只有偶数的时候 它才会怎么样 打印这个next 它是基数的时候 如果是基数 Continue 下边这句话 打印吗 已经不打印了 对吧 这就是Continue的意义 终止本次循环 进行下一次循环 这次循环 你就别再继续了 嗯 进行下一次循环 好了 总是意思吧 嗯 OK 嗯 大概我们讲到的这个 循环里边 大概讲了这么多东西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嗯 那么首先是上了之后 我们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的 那几个说 遭久晚五的这种 生活节奏是吧 嗯 挺无奈的是吧 这个说是还要写计划 是吧 每天写计划都是那些内容 那怎么办呢 用for循环来实现 是吧 对 循环来实现 那么说for循环挺方便 但是呢 我们学习一下整个 嗯 这个它的用法 对 那么说那里边有三个表达式 有初始化表达式 有条件表达式 还有增量表达式 对吧 嗯 那么这个for循环呢 可以实现循环的嵌套 可以打印是吧 是 乘法可决表 是吧 还可以什么冒泡循环 嗯 然后冒泡排序等等等等啊 说那个三个表达式可以省略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还可以全部省略 是吧 那么后边我们还讲到有关这个 外务循环 是吧 那么还讲到什么都外务循环 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和联系 什么时候用for循环 什么时候用well循环 什么时候用这个do well循环 那么接下来后边我们还讲到了有关这个 呃 就是这个两个关键字 一个叫break 另外一个叫cadino 是吧 这两个 那么经常会考啊 这个面词会考break和cadino的区别 嗯 那他们区别 你就说一下他们的用途就ok了 break就是直接退出循环 中断了 对 而cadino呢 就是这个循环断了 哎 充值本次循环 就当前这一次循环我不做了 下次循环还要继续 对 懂这意思吧 嗯嗯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节要给大家讲到有关这个循环的一个结构 嗯 好 那我们这些课员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还有光老师留的作业大家也别忘了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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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